13题,给我们一个有关于铁铅铅铜三个金属球的密度表 然后要我们比较相同体积的铅铅铜三个金属球 它的质量关系是如何 那根据我们所背过的公式叫做D等于V分之M 密度是体积分之质量 所以当我们的体积是一样的时候 我们会看得到,如果密度越大的呢 质量就会越大 那么这边呢,我们的铅的密度最大 所以质量最大的应该是铅 而我们的铁的质量最小 所以我们质量最小的应该是铁 所以我们答案应该是铅球会大于铜球 然后呢,大于铁球 所以呢,我们的答案选择的是B 铅球大于铜球,大于铁球 这就是我们第13题的答案